其实这个书首先它的意义呢 就是记录了行义门的很多功夫武功的奥义 再一点来说呢 它又记录了几个人的武术家的国术家的生平 这又代表了很多口述历史的色彩 那最里面还有一层意思 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记录的文风跟别的不一样 我小时候呢也是特爱抄这种练武格言啊 这种东西什么那个练拳不练功 那个那个到老一场空练功不练拳 犹如乌坐船 就那个枪扎一条线 那个什么棍扫一大片 就背这东西没用 而且那时候也买一些人民体育出版 说出的什么拳谱啊 剑谱啊棍谱的 但那些东西像广播体操一样 你要不练就毫无感觉 它没有多少东西呢 就是是真的让你一个门外汉特别有意思 但逝去的武林 你可以对武术没那么感兴趣的人 也会喜欢看这本书 就是它的口气和文风 可以说这本书的口气文风 影响了此后这十年左右 就是现在很多人 你在武术杂志和网站上 大家谈东西都愿意这么说话 这个文风一会儿我会大量的念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点穴不是点的人一动不能动 这个跟我们以前想象 我以前觉得就像这个人 突然一个什么玩具 声控玩具突然没电了 就僵在那 不是那样的 点穴不是点的一动不能动 而它点穴啊 就真的点穴 很少这么一个手指 这么戳来戳去的 当然要一指缠二指缠 点穴的时候 是这两个食指中指 并在一起啊 我觉得好像这么病是不舒服的 还是这么病舒服 两个手指一起 这么戳才狠 然后呢 是点到你一痛就 一动就痛苦 你不舍得动 而且我不能追着你点 你跑我追着点 我每追一下 你都可以再滑脱 你可以卸这个劲 一辈子也点不了人 点穴的药指 我希望我没有教坏任何人啊 就说 适逢集会 不是我追你 而是我等你撞过来 我等你 等着你撞过来 我正好戳在这 就是我们经常看着那个练功夫的说 你这么过来 我这本来就是那个高手 我这是腰里有刀 你过来 我根本不用打你 我一蹭 这个刀把往前挺 可能挺着一个四五寸 登 正好顶你哪个地方 你一下子就瘫刀 我都没有出销出刀 很帅 那就是我在等你 等对了就行 我们终有机会 大量的念萧红的文字 因为我们说那么多八卦 不是为了消费萧红 消遣萧红 还是为了更理解消费萧 就像我对这个电影消费萧 和这个电影黄金时代 这两个都是讲消费萧的故事 一个是这个消费萧 是这个霍剑启导演的 而黄金时代呢 是这个玄华导演的 都希望就是理解之同情 沉痛之善意 希望看到这个 那么萧军在前眼里说 这里的几十封信呢 都是消费萧1936年到37年 从日本东京寄回的 也有几封是他回国后 又去北平 去北京 从北京寄到上海 我给他寄去日本的信呢 因为当时日本的政治环境 很恶劣 不适合保留在那 万一被日本警察搜出 发现他左翼作家的身份 会有很多麻烦 所以他去日本就跟他说了 读完的信就烧掉 不要留下痕迹 所以果然也就没有留下来 仅存了几封是后来北京 带回的信 这一批书简能存到今天 确实是个奇迹 因为四十多年过去了 人生多少飘零 患难曾经 第一封信是1936年7月18号 所以这次在史航说书 准确的时候就史航读信 来读一个人的信 因为是萧红写给萧军的 萧军写给萧红都烧掉了 这个让我想起香港女作家 钟晓阳的小说刘年 他中间有句台词说 一个人总该练习写一些 收不到回信的信 当然这个不是这个想法 他收得到回信的 但这里面呢 因为一直念的是单向度 他像他的 那种关爱 总让人有一种 他好像踩空了 好像没收到回应的那种担心 当然是我们起人忧天 那时候他们互相还是在乎对方 军先生 萧军军 他原名叫刘军 军先生 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 我站在船尾 我望着海 我想 这若是我一个人 怎敢度过这样的大海 这段话我曾经念给萧红导演 霍剑几听 他心情很柔 他心很柔软 他很感动 他说 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 就说不是那种凡事 很自信 很有把握的 就那种心情 萧红写不出来的时候 是很惆怅的 他到上海了 认识鲁迅了 写不出东西来 就跟鲁迅说 先生拿鞭子抽我 然后鲁迅说 文章不是拿鞭子抽出来的 就是你现在是做太太了 人也胖了 你要是胖得像郭郭一样 你就能写出郭郭一样的文字 这是开他玩笑 但我觉得鲁迅之所以能跟萧红 开玩笑开到这个程度 他们两个精神气息上很平等 萧红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在鲁迅周围那些人中 所以他们才开得起这些玩笑 然后他们两个 那个那个信中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夫妻情趣 比如萧红说 每天我总12点或1点睡觉 出息的很 小海豹也不是小海豹的 非常精神 早睡 这个萧军说 小海豹是我给他起的浑名 因为他很喜欢睡觉 平常一到夜间90点钟就要睡了 而且连连打哈气 一打哈气两个大眼睛的下眼睛就堆满了泪水 再加上他浸圆形的小脸 俨然像一个趴在水边亮着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小海豹 我不是在诬陷他 挺可爱的 想象那个样子 小海豹 那么到最后 其实我要念的是萧军觉得突然觉得萧红是世间最美丽的人 他读到那几句诗 未必是萧红创作最高明的东西 但是人的命运在那一刻发生了交叉 甚至是一种定格 是这样说的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晰唱着清净的溪水 姑娘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不能说这个诗有多高明 其实五四之后的白话诗 像林庚啊 朱英淡啊 费明啊 冯志啊 有很多人写很了不起的诗 包括周作人 但这里面 就是写到这个酸字 其实萧红一生过得值不值 爱得值不值 谁也没有权利评断 我们只能说 我们在意他 就去多读一点 跟他有关的文字 尤其多读一点 他自己写的文字 老毛 毛蝶之年 老头 说古 商古 就说做买的事 一个老头 到了暮年呢 他开始跟大家聊的 他年轻时学做生意的事情 所以他有个副标题 京城老商号 练习生计时 作者呢 是翟鸿奇 这位老先生 1931年生的 就是他呢 年轻时候在那个百货寿品所 做练习生 后来呢 他写过很多书 比如这个老涛说吃 老票说戏 各种登迷的书 京剧的书 胡同的书 但是 我没都看啊 我认为我手里这本 应该是他写的最好的 为什么呢 别的是他的兴趣爱好 而这本是他生平 就像回忆录一样 是他年轻时真正每一天 怎么上班 怎么做工 怎么升迁 讲这些事情 而且呢 他这个还算是一个 我觉得比较填补空白 这个书 也可能我阅读的书比较少 因为我更多的看老字号 都是讲店铺伙计 比如瑞福祥的故事 全聚德的故事 这些书我看过不少 但这个呢 它是个洋派 它是个百货寿品所 它是一个比较西化的 这么一个商店的 叫练习生 而不叫伙计 所以他的那个做派 跟老字号不一样 跟你在话剧里 看天下第一楼 那些糖棍厨 跟那些人不一样 所以有点意思 日控扣占领的时期呢 寿品所参与 那个设计的汉衫 被认为寒沙摄影 犹如日军 庶名那个职工 被捕 关押折磨了一个月 这是一件大事 当时跟天球某真职场 设计圆领衫和背心 图案是沙滩 骄阳自火 遮阳伞下面 一对情侣 名字叫什么 胆子也真够大 名字叫抗日牌 抗的就是这个日头 抗的当然就是 日本帝国主义 这个就是这么大胆 做这样的事 最后扛下来 真不容易 后来就是09年的时候 中国书店拍卖 民间收藏书画专辑 有个天军国货 受评所 二十周年纪念册 去那看 真是很感慨 底价400 最后是1400人拍出 很多记忆就在那里面 09年4月份 北京电视台热播潜伏 第二十八集 苏鸿雷 邀请的电视剧潜伏 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工作者 两次提到百货受评所 杨舍夫问翠平 小姐 您是不是要去百货受评所 所以这个 那个作者龙一 还有编剧 那个江伟 也是导演江伟 都还是挺细致的 这方面 最后呢 他要补充一点 百货这个词 据说是日本人带来 从日语中带来 因为我们很多词像什么干部啊 派出所啊 我们那个中国近现代的大量的词 都是日本来的 因为那时候西洋的东西来的呢 我们都从日本的翻译书 翻译说明书啊 翻译各种书籍来介绍 所以说呢 都从日语中直接来 又是汉字就照搬过来的 北京的百货业同业工会 是1942年成立的 就这么一段历史 如果你走过北京的街道 不一定真走到前门外 那个大奖家胡同 你都可以想想 这些上面有什么样的字号 那里又度过了什么样的青春 我说今年读的最刺痛我的书 除了那本古达格一部历史之外 就是这个伊里温达 因为 以前你在中学中当名词解释 背下来指望他正五分十分题的一个东西 突然那么细腻的展示 什么叫耻辱 什么叫国之耻辱 什么叫弱国无外交 这些我们常说的话 现在是一个具体的刺痛 非常强烈 所以这本书愿意细细地跟大家分享 这个李鸿章不用说了 史有定平 但是这个史呢 有我们自己这个教科书上那种历史 还有真正发生的历史 这两个历史不是一回事 所以对李鸿章的评价 就像对曾国藩的评价 可能很久之后 对袁世凯 对这些人评价 很久之后才能够真正可成为公正 但这里们呢 起码用还原历史的方式 用把两个人的来言去语 一一服输的方式 让我们好歹多了解一点 了解一点李鸿章吧 就是他的绝笔诗 李鸿章绝笔诗 曾经两句说的是 三千年来 商国部 八千里外 调民餐 就三千年来啊 自有中国以来啊 就是国部艰难 这个国家每走一步 都非常艰难 让人想着很难过 八千里外 你环游世界的时候 想的是我们国家老百姓 他们遭受最残酷的事情 让你有哀悼之情 所以叫三百年来商国部 八千里外 调民餐 美国的福士德大臣 会再说 说中国与日本一和 必要给人家绝大偿款 一大笔钱 庭臣尚在梦中 不能便于 无论何人往易 即使极存体统 庭臣必交张参合 此中国之难也 就是中国大臣还都做梦 跟他讲解讲不通 谁去谈 怎么保全的体统 怎么赢得一点点外交中的 一点点争回一点利益 一样回去 还大家当汉奸来骂 这就是中国的难 而是李鸿章 已经被骂了那么多次 他要去了 就算每件事都争回一点 人家还会骂他 是不是你去了 把每件事加重 所以外人看得很清楚 李鸿章去 就是跳火坑 而且不是一般跳火坑 李鸿章之前的名声 那么有人把他骂成 李二先生是汉奸 他是天生的一个 亦然亦暴品 现在要跳火坑 当时啊 就是这个 翁童和 互不上书 这个以往的 我们经常在舞台剧 被写成一个 气宇宣扬的忠职老臣 动动搂着他的学生 光绪皇帝哭的这位 有时候想起挺恨的 很恨的 他的后人就是这个 那个翁瑞武 那个陆小曼 最后一任男朋友 同居伙伴 也是徐正摩的朋友 我在读 翁瑞武的史料的时候 看到他是翁童和的后人 心里头还有一点火冒上来 就什么人误国 你就看 当初啊 日本刚开始 就说还没打上之前 跟我们谈事的时候 结果翁童和就说 这么个小日本 何族介意 用得着在乎吗 后来高升号被打了 那个运兵船 但是没有还机能的运兵船 商船运兵沉了 李弘强说 这回真要打了 赶紧拿钱 往外扬 要打 咱们就得够额外的军械 咱这些不行了 船太大 不像人家急野浪 速度那么快 咱们得另外找够 能够跟人抗衡的军械 战船 南美洲有铁甲船一大队 翁童和又不虚 他又互不上手 他管钱了 中国当时他管钱 真是个悲哀 说日本其真敢犯于上国哉 他们怎么真敢跟他们打 人把你一船兵都轰尘了 还说不敢打 说北洋之所预备 以足破日本之胆 逆掉其必不 不还远来 就当时说话呀 都说的这些屁话 但后来呢 真正打败了之后 有多少反省 我没有读到 当然我也没去读 温宏和日记 以后还应该去读读这些书 当时想说 中国的事 王王 虽然我们说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人的心情可能不可断绝 但是很多声音 很多技术 如果没有倾听 没有传播 它可能就会消失了 其实还有过一个书名 我印象特别深 叫一切坚固的东西 都烟消云散了 就是这个意思 彩云亦散 流离脆 世间万无亦破碎 那这里的八十年代呢 其实也是一个 那么值得免怀 又那么容易破碎的一段回忆 李佛呢 他是一个文学史的研究者 他是对我影响挺大的一个人 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八八年的时候 看他那本 胡锋集团冤暗始末 然后看他的浪迹天涯 消遣传 沧桑看云 然后包括恩怨沧桑 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恩怨怨 直到这本 决想八十年代亲历记 因为他讲的都是一些 我关心的名字 或者说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 但是他讲的是 我中学语文课本 或者教辅材料也不会写到的 作家跟作家之间的恩怨 或者是哀怨的东西 都是大时代对人的挤压 和最后能不能复原的东西 所以呢 可以说我读的中学语文课本 或者看的一些 那个中国这些文学现当代的文学名著呢 只是一个二维的东西 看他的书呢 这一些记忆才变成三维的东西 北京对于李霍的改变 就是说第一次吃了烤鸭 是他第一次看话剧 他慢慢沉浸了这个城市的文化 而且用他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时光 在努力 勾成 或者说是挽留 文革后付出的丁玲 那个独立创办一本文学杂志叫中国 当时在新桥饭店 大兴招待会 几代作家三四百人 不管什么左中右 一起为他们可以叫同仁杂志的 这么一个中国来庆生 那一天呢 曹宇也来了 跟萧前 乌祖光 还有何影 因为巴金说过 他的朋友中最有才气的就是 沈从文 萧前和曹宇 所以萧前和曹宇能何影 对李霍来说 觉得非常难得的一个事件 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呢 曹宇曾经专门写文章 批判过吴祖光 批判过萧前 唯心的批判 而且呢 三人在一起合影 也是非常有感触的 那一天呢 然后那一年 有个长记录片 巴金 那个 解说词是黄商 然后呢 那个 发行之前 在新章上个小型看片会 然后有若干人去了 包括曹宇和夫人李如 那一次曹宇格外兴奋 也因为人少 大家都比较活跃 进行发言 轻松洒脱 一张嘴便引起一阵欢笑 他说 我跟巴金是老朋友了 我的几个老婆 都跟他关系很好 他旁边 他夫人李如 赶紧纠正 你只有一个老婆 曹宇孝 赶紧纠正说 我前后几个老婆 都与他关系很好 我们两家一致很好 我们两家一致很好 画家 徐卫红呢 顶领大名 他画的马呀 他画的油画 我们都印象很深 那么还需要再补充一些印象 就是他的前妻 蒋碧威这本书 其实说到这本书的时候 首先想到 我在新浪微博 经常会看到的 一个赫赫有名的ID 就是叫 我的前任是个极品 后面又派成出很多系列 我的老板是个极品 我的采访对象是个极品 但一切都从 我的前任是个极品开始 包括呢 作家李敖也说过 前妻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 当然呢 他的前妻胡云梦 也有权利说 前夫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 老太太把我们送到船上 眼看船只 带着他的儿子 媳妇和孙子 缓缓离去 没有挥别 甚至于 徐先生也没有说过一句 什么再回来的话 知子莫如母 以他对徐先生的了解 我知道他心里 不会有多大的指望 我从船舱里蹚出头去 望着徐家破旧简陋的门厅 已经木然站在河边的 那个矮胖的身影 我仿佛见到 他又恢复了 持续几十年的忧愁面容 一喜一惊 他一生的快乐高潮 仅仅只有迎接我们 抵达和开宴欢迎的那几个钟头 现在绚烂又归于平淡 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忽然觉得我极同情他 我为他非常的难过 最后呢 有一个附录 蒋碧薇这个女人 我真是以后有机会 能写他的影视剧 我都很感兴趣 民国的几个 我钟爱的女子 大家当然爱谈林慧音 但我钟爱的 一个是陆小曼 一个是蒋碧薇 两个人都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呢 他最后全书的附录 最后一页纸 你永远猜不到是什么 就这一页纸 你看这个附录 为什么 他之前有个附录 是他父亲母亲的 当然诗词留下的 那第一章 最后一章 他有的附录 是什么呢 最后 我要介绍一下 徐先生为我所画的 一生中为我所画的油画像 允许我把它都念一遍 也算是一种哀丸 一平桌 就靠着桌 油画 在巴黎郊外 卖浪避暑时所做 我坐在一张红木桌旁 桌面七光剑人 当中置一盆大红花 和我头发上一个大红夹子 相互辉映 大约有二尺高 三尺宽 二 萧生油画 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做 就是他那个 要从后面楼上上来下去 那么爬 爬很辛苦爬楼的那六楼画室 会我在吹销 画面于朦胧中破饶诗意 法国大诗人瓦莱里 见了极为欣赏 曾在画上提了两句诗 大约有三尺高 一尺五寸宽 三 裸 油画 作画地如上 由我赤裸之半身 大约有二尺宽 三尺高 四 情 油画 作画地如前 侧窝之半身像 大约有二尺宽 一尺五寸 二尺宽 一尺五寸高 五 净读 读书的读 油画作于巴黎 我穿着户上 就上海 所致之宽袖短衫 静坐读书 大约有二尺宽 一尺五寸高 六 韵律 会于巴黎 携我奏小提琴之侧影 此画现为我所藏 有一尺五寸宽 一尺三寸高 七 传真 会于南京 丹凤街寓所 丹凤街是一个好名字 作家苏同住在那里 而还有张汉所写过一小说 叫丹凤街 此画画幅最大 携我携坐沙发扶手 紧缴真人实景略微小鞋 徐先生民国三十七年 旅新加坡期间 据当地有人建告 他曾将这画高悬于壁间 大约五尺高 三尺宽 这么一本书 最后就是落下了几幅画 七幅画又一幅画 留在前妻的面前 更多的话呢 流散人间 就像曾经有过的感情 也一并流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